随着气候改变夏季气温越来越高 学校教室内的温度更是让小朋友坐不住 闷热环境也影响到上课品质 行政院日前拍板要让全台国中小全面装设冷气 消息一出大家都乐见其成 不过雾峰区的雾峰国小却觉得难度十足 因为校内光是改善电力设备的费用高达1000多万 再加上装设冷气费用800多万 师生能够全面凉爽吹冷气上课 恐怕还得仰赖各界协助 教室内同学认真的听着老师讲解 头顶上的电风扇再加上角落的电扇 也催不走教室内闷热的空气 实际上测量的温度竟然高达30度以上 顶着闷热高温也让同学老师是吃不消 尤其顶楼更是苦乐 就是因为上次很热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几乎全部人都有带自己的小电扇 但是吹冷还是一样没有用 还是一样很热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没有带了 就算我们把教室全部的电扇都打开 还是一样很闷热 有同学的家长赞助我们电风扇 但是吹冷还是很热 然后从外上去回来 教室变很多人 然后就会更热 教室就是非常的闷热 然后我们打扫外扫区回来的时候 就不断的冒化没办法停下 整个雾峰国小有100多间教室 那当时重建的时候 整个校舍只有110伏特的电 那全面冷气要220伏特的电 整个线路配电通通要重新改 所以总共线路大概就要花了1100万 冷气只要800万 但是线路就要1100万 所以这是一笔庞大的经费 气候变迁下机器温动辄30度以上 这样的环境让小朋友难以专心上课 校方表示由于学校在921重建时 仅配置110伏特的电力 如果要装设冷气 就必须要先改善电力配置 但100多间的教室就需要花费1000多万 再加上冷气装设费用800多万 费用实在太庞大 有时候中午他们也跟我说 他们热到没有办法睡午觉 就你看到他们就每个人连在桌上 然后眼睛就是打开看着你 因为真的很热 然后到下午一两点以后 通常因为夏天像接近7月份 每天都像是湿度非常的高 午后雷震雨的感觉很明显 但又没有下雨 这时候那个湿度感更强烈 小朋友们起床就是 好闷又好热 所以他们其实会有更多的 不耐反感烦躁感 做教室建筑配置的时候 很少会顾虑到隔热跟通风 跟隔热的问题 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专家学者 能够普查所有校色 来改善通风跟隔热的问题 会让温度会降低 那当然如果冷气再装的话 也可以节省电费 因为目前学校的通风不好 隔热效果也不佳 在为装设冷气前 校方也将朝向洽询专家研议 如何改善教室闷热的情况 而全面装设冷气的规划 也只能够仰赖市府 及各界的协助 介绍专台中厂报道